大家好,我們這個房間,下面的朋友有些新的朋友進來 我們叫復壽酒聯盟,其實我們是一個Facebook的專業 我們不是營養師,我們都不是醫生,我們只不過是一班普通人 用自己的身體,身體力行,用蔬果汁斷食六十日 只是喝蔬果汁,不吃固體食物,有人說是減肥,有人說是重啟健康 其實個人的目標或者目的都不同的 而我們現在在台上講的朋友,我,Micky,Vincent,Kathy和Dio 他們都完成了,我所謂是段序六十日的朋友 如果大家在聽的朋友有任何問題,或者想問,想了解一下我們 或者想提出來談談的,我們都無人歡迎 你好,Vincent,很久沒見了 好久沒見了 你幾好? 我都不錯,幾好 你最近是不是又喝蔬果汁? 其實我開始了一個星期,成功了一個星期之後 你可不覺得呢?你可不覺得呢?除了第一次之外呢?之後的每一次呢?都好像不是太順利 我都覺得是,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很多朋友… 是呀,比資訊很困難 是呀,我覺得是怎樣說呢? 那些叫做甚麼?自己…那些叫做甚麼? 我真的太有信心了 都是呀 都是呀 是呀,都是呀 是呀,其實我…我之後都有…我兩年…我上次上年我做過一次 但是我做了二十多天呢?又是之後就算了 是呀,但其實我又覺得做完第一次六十日之後呢? 又不用每次都六十日那麼…那麼長的… 是呀,其實都是呀 是呀,還有看自己那個情況要求是怎樣 就是我每一年都會做一做 那我都覺得身體是挺舒服的 其實是的,所以我其實我上年都… 就是一周年,叫我對著我,對著我來說 那我也有做一次,其實我的想法跟你一樣呢 就是一年一次,清一下腸圍也好 或者讓身體又試一下也好 那我今年未來都會再試一下 那你的磅數有沒有上上下下怎樣? 那個Range是怎樣的? 其實Return大概都是十磅左右 十磅左右,是呀,我覺得OK啦,挺好的 但是那時候我記得你是減了多少下,是不是 五十磅而已 不過呢,因為呢,我都介紹一下 因為其實可能有些朋友下面,你聽著那些都是… 剛剛進來啦,那可能有些都不是很熟吸口舌 那其實我們就是復壽者聯盟是一個Facebook的page 那其實我們都是推廣這個… 那其實我覺得一個好處就是哪裏呢 就是一些完成過的朋友可以回來繼續聊天 我覺得這個是最難的 所以我就希望可以透過Clubhouse平台 和一些朋友,新的朋友,新的朋友 我們都可以的,因為呢,其實我們真的只有一個小時 有什麼問題呢,舉手發問一下,聽著的朋友 那沒問題的話,我們繼續聊就行的 但是如果有什麼想問,我們隨時都可以聊的 因為,就是…怎麼說呢,因為開個房間 口罕罕罕不知道說什麼的嘛 那我每一次都大概有個話題 就是這樣啦,Vincent是你的 那你今天一次用啦 不如你又分享一下,在你斷食的時候 你聽過一些什麼,就是這些所謂的雜聲 我想呢,我做過斷食的朋友呢 他都一定是聽過不少的雜聲的啦 那,難聽的也有,就是一些軟轉的也有 但是在我來講,我覺得最…對我來講 最難聽的雜聲是什麼呢 其實那是沒事的 只是對著我冷笑的一聲而已 這個呢,是的,斷食,這樣說 這樣的一個雜聲呢,其實呢 就真的是最難聽的 那其他有什麼呢,就是好像你所說 就是,他們不會覺得你會死的 但是大部份他們會覺得你不會成功 或者是大部份會跟你說 嘩,哪裡可以的,你一定反彈啦 不要做這些事情啊 嘩,有沒有科學根據啊 或者是如何做 就是在我們可能三、兩年前的時候 沒有這麼多人談論這個話題的時候 就更加多這些這樣的聲音的 現在反而少了 現在跟別人講啊,或者跟別人講啊 有些人,至少大部份人都說 嘩,我聽過啊,但是他不了解 但是已經沒有這麼抗拒 沒有這麼抗拒 是的,所以其實 通常都是說你沒有這麼快 你不會成功的啊,這樣 是啊,這裏呢,又要怎樣說呢 又要給一些功勞 各位努力梳果汁斷食的朋友 這個時候我覺得我們開個平台 我才跟Gordon開個平台這樣 大家一起分享這樣 但是其實我們兩個人 完成了其實不是一件什麼事來的嘛 那大家的分享呢 就是令到這件事是越來越多人去接受 這個不是只有我和Gordon兩個人的成功 是大家全部一起成功 那你見到我們Facebook的相片啊 比如Kathy啊,你啊,Vincent你啊 更加啦 是的,或者其他的朋友 是的,每一次呢 我發覺啊 就是有沒有朋友完成呢 那因為你都會打動到一些 跟你背景或者外形差不多的人 有年齡差不多的人 譬如我們男士啦 我們成功了啦 是 女士不會動用的 所以我不知道Kathy 或者其他人怎麼看啦 不是啊,我覺得男士那些才厲害啊 就是尤其是幾三百磅 好像我們這些 是啊 就是,你這樣都減到我 就是減70磅有多難這樣 是的 是的,目標其實 有你們我們才這樣動力的 真的,真的 是的,好,多謝你 是的,但是我有聽過有些女士呢 男人我不相信的,相信女士 都會有的 但是我覺得 譬如我們現在是年齡層高 譬如有二十多歲 有二十多歲 有三十多歲 有四十多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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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年齡再大一些的 男男女女都會有 那有些人呢 我覺得最厲害的就是 有些朋友他們本身可能有些病歷 你看到有些分享呢 有些病歷 可能有糖尿啊 或者有三肢三膏啊 或者有些有抑鬱啊 或者有些有不同的病 那他們說他們都可以的時候 那有些可能 因為我覺得反而是看到 有很多是那些叫做 情緒病的朋友仔 是的 因為他們吃的那些藥呢 是會令到他們肥的 真的 而我見到這個是 我見到來說 compare來說是最慘的 不過我這些二百多萬的肥子 我是狂吃 那這個是很正常的因果 我吃多少下去 就肥多少 那我認的嘛 但是有很多美女是說 不知道為什麼可能工作關係 就是有情緒病 要吃那些抗抑鬱藥 或者割藥 跟著就 在一個很被動 也是很不呈現的情況下 那個體重是控制不到的 是的 而他們完成了一段食後 他們又真是 很漂亮的 我見到 這個是我見到 是很強勁的一件事 所以也要多謝大家的努力 這件事都會延續下去的 我試過第二個禮拜 因為其實第二個禮拜 已經是叫做一個明顯的 都有幾明顯 因為那時候我都挺重的 我從二百五十磅開始減的 所以兩個禮拜 其實已經有一個明顯的分別 就是已經是欠了十幾磅 那他們也見到我有明顯的分別的時候 可能他見到外表 說的話都會有些說服力 不過他只是懷疑你 究竟可不可以進行六十天 見到朋友 其實差不多的 他又一開始很懷疑 都到餐法完了 他會跟你說 那你加油了 甚至乎再過多兩餐出來的時候 甚至乎他們會跟我說 有時候可能你都會斷食到有點累 有些疲態的 真的好想吃東西 真的好想吃東西 那些朋友會反過來跟你說 你不要前功盡廢啊 你要加油啊這樣 所以是都見到那個朋友 或者家人的轉變的 但是需要有些時間 也都需要有些少少的成果 給你看到 就是這樣 我呢 大家可以update一下那個版面 就是你將它拉 向下拉 這樣打不上去 就update到了 那我就update了Vincent 那時候呢 給我們那張照片 你的前後那個對比 那大家可以認識一下 Vincent究竟是那個很漂亮的 看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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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是啊 我是減肥了 我是60天減肥了 哇 其實我第二個 所以你看到 其實我左手邊的樣子 那就是還沒減肥 這樣 這張已經是我斷食前 是很近的時候拍的 不是啊 8個月 那個肚子 可以生的 是的 看到我都問我什麼時候生的 很厲害啊 然後現在 哇很厲害啊 還有他們看到的就是 嘩 咦 你真是好像精神了 沒有整盒睡 年輕了 對 他們真是會看到那個變化的時候呢 就開始對 梳果汁斷食這件事好奇了 那 就那頓飯呢 就像阿米奇所說 其實很多時候是那頓飯呢 就是截戰完 然後一直解釋給他們聽 我究竟這件事是什麼一回事呢 那 那很快就完了 那頓飯就會 哈哈哈哈 幫幫忙 Vincent 這張照片都幾久以前了 都整兩年前 兩年了 差不多兩年了 喂 可以分享一張近年照 看看現在什麼樣子 因為我現在呢 因為我的電話是Android的 那我現在是用一個iPad 所以用一個iPad 下次可以給你看一下 是啊是啊是啊 好啊 因為那些人很害怕 經常都說反彈很不厲害 那就是可能看不到東西不要緊 數字上 剛才你說其實我們都是在10磅流上下 是 現在我大概都是 因為我250磅 我減了50磅 那然後呢 我減了大概是190 尾左右 那然後上上下下 是 通常不會超過10磅 就是上下 下其實都有的 不過自己可能爛些就會又上回去 那我現在最近都是 現在就爛些了 真的 那就二百零幾 那所以就 現在都密謀緊要再開始一下了 哈哈哈哈 但是剛才我們開始說的是第二次 或者 就是除了第一次之後 其實都不容易 越不容易 我覺得 是的是的 因為第一次呢 我經常人家 很多朋友都問 為什麼你 你其實成功有什麼方法 我說其實 我想起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方法 我只是 不知道為什麼有這樣的勇氣 就一直堅持 堅持到完了 其實是 就是你問我 哇好像成功 就是 坦白說 你說我成功了 那我可以怎樣吹都可以 其實 但是 我很事實地跟你朋友說 其實你問我有什麼方法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方法 或者何來的勇氣 你叫我再來 可能我都沒有那個 那個再有那個 那麼大的勇氣去再進行 但是我會進行到 但是未必可能 同一個時間 或者同一個心情 未必是這樣 我也是這樣 我也是這樣 我也是一樣 不知道有什麼 有什麼動力 然後總之兩個月就完結了 是啊 不停看米奇的片 不停看 不停看 然後看Facebook 看人家 已經完結了 一邊的舊片 是啊 然後聽很多東西 好像很新鮮 然後這兩個月就過了 你現在再做 那個心態又 又真的不同 是啊 Dial 都很成功 Dial 都是像我們這樣 就是大肥仔 然後又說 這個就是 重訓 變成了肌肉男 爆肌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重訓 是啊 我今天 今天 現在是145 哇 哇 這個數字很漂亮 是啊 你的高峰是多少 就是最厲害的時候 是多少 143 不是 最高 最高 最肥的 196 196 是啊 是啊 我現在因為是 叫做服飾的階段 結束了 其實是維持期 那那個維持期 我發覺 就 自己的體質 是那種二級修 還有 來得快去得快 這樣的 就是譬如我說 我 我 吃了東西之後 我可以 一晚可以重量 兩公斤 我可以 這樣 很神奇的 就是一晚兩公斤 但是其實原來 這些是虛肥 那我 是啊 我只要休息 足夠 還有 喝水 做運動 那我就可以 減 很快 兩天左右 又減回這兩公斤 這樣 是啊 所以我現在維持 體重都是 reframe 兩公斤 至三公斤 左右 是啊 那你多久做一次專門 或者多久做一次運動 其實我現在 大概每天都會做一些簡單的運動 但是如果你說舉鐵那些呢 我就隔天做 是很厲害的 就是要 就是身體要 要是要飄出來的 就是要丟著 是啊 這個真的要 就是要保持的 就是我 就算你 不是做 重量訓練 呢 你想我身體健康呢 其實一些簡單 運動 比如你說急步客啊 這些 我覺得都是要做的 因為那個新陳代謝很重要 我發覺我們這些肥人減完之後 為什麼那麼容易反彈 因為那個新陳代謝很容易會受到影響 因為我們吃得多東西 接著不做運動 其實我們的新陳代謝很容易會慢下來 一慢下來就很容易虛肥 水腫那些 尤其是女生很多 水腫這個東西 是的 這些是比較常見的情況 還有我覺得這個蘇海脂斷食 是令我們更加去明白自己的體質是怎樣 因為過去 以前我跟營養師減過 但是營養師我發覺我是依賴了營養師 當跟營養師減榜那個 關係斷了之後 斷了之後我就不懂得減 不知為什麼會變了 即是就算他本來手刷我 有了街 但是我好像不懂減 他沒有人跟我計算 要怎麼吃之後我就不懂 但是蔬菜汁斷食有一個好處就是 我在這個過程裡面慢慢摸索 原來我吃什麼 即是服食之後我吃什麼 我會 會肥啊會瘦啊我自己會摸索 我自己會摸索 而且就算我吃了一大餐 然後我斷吃一段時間 我又可以減回我理想的磅數 就是這樣控制我自己可以從心所欲很多 最好就是這樣 可以自己掌控你自己的體重 我覺得這個是最難能可貴 是的 因為講到這件事 就是我自己怎麼開頭的時候 怎麼練成堵呢 其實都是一個倒頭的心態 告訴你 就是我自己第一個例子 就是我自己第一天 咦喂 兩磅多了 這麼厲害 就是你想想以前 就是自己亂減 或者你用其他方法的時候 減 減都減不到一磅的嘛 減下減下減下 還多個昨天這樣 就是很沮喪 所以我第一天好像已經是三磅多了 我已經第三磅 然後我說來多一天六磅 然後來多一天 真的六磅 然後第一個星期過了 好像差不多減了一大磅還是十磅 我不記得了 基本上那個數字 我是從來都沒有達到過的 那你在第一下得到這樣的靠尊引玉 得到那個豬肉在前 那我就跟自己講 我來多一星期 就是我十六磅 我回家鄉了 我就硬著頭皮試多一個星期 怎知道他真的去到十六磅 當然去到十六磅之後 之後就很慢了 慢慢來慢慢來 但是過了兩個星期 最辛苦的時間已經過去了 然後就慢慢看 續續試過零點幾 零點幾一磅兩磅 一磅半磅 慢慢落慢慢落 所以我都是靠一個好奇心 看看明天會怎樣 是這樣的好奇心 一天一天這樣落 我沒有想過我真的會去到六十的 但我每天都會有放棄的念頭 我告訴你我不是特別有意志的人 原來真正是這樣 大家都覺得就是沒有 有意志就不用搞初心斷食 我之前不需要這件事 是吧 但是你說吃東西的那些節制 或者那些心癮 我是零的 我是負的 就是老婆 喂 吃不吃東西 我正在斷 我可以吃一點點 你不是斷在吃的嗎 我想你叫我我就吃了 我沒有那種叫什麼 抵受誘惑的食物 是低得很糟灌的 是的 我們說了大概 我先重新一下 我們這個房間 下面的朋友 有些新的朋友進來 我們叫伏壽酒聯盟 其實我們是一個 就是Facebook的專業 我們不是營養師 我們都不是醫生 我們只不過是一班普通人 用自己的身體力行 用蔬果汁斷食六十天 只是喝蔬果汁 就是不吃固體食物 這樣就去 有人說是減肥 有人說是重新健康 其實共和人的目標 或者目的都不同的 而我們現在在台上講的朋友 我覺得Micky Vincent Kathy 他們都是完成了 所以是斷睡六十天的朋友 如果大家在聽的朋友 有什麼問題 或者想問 想了解一下我們 或者是那個 就是想提出來談一下的 我們都無人歡迎的 是的 Kathy 女生 我們試試給Kathy說一會 你斷食的時候 女生聽到什麼聲音 會不會很不同呢 跟我們男士 會的 男生可能 就是聽老婆話 或者耳朵遠一點 我就好像借了龍耳塵一耳 可能我性格自我中心 就是有些人跟我說 不要減了 我不管 不管 對 不管 聽不到 會很多說減什麼 最近都有 哇 這麼瘦啊 還減 或者已經 這麼瘦了 什麼 沒有力量做事 沒有力量照顧孩子 這樣 其實就 很多 先生就說 不吃東西 這樣 然後就不管了 然後我就走開了 然後到 很多時候都是到達你有成果 看到了 然後才 哇 你真的瘦了很多 哇 你真的很不同 那一下 你的心就笑了出來 我最初那段時間 就沒有跟別人說 可能 頭一個月真的躲起來 就自己很努力地炸 那 因為又是疫情 多數時間都留在家裡 都沒有出去 所以我覺得 成功就是因為 因為疫情也有幫到一點 自己又比較困境 還有真的 不聽別人說話 所以我覺得成功也是有原因 雜聲真的多 但是 都是離不開 都是那些 減你做什麼 不用減了 已經很瘦了 你還要減 其實不是很瘦的 很多人都說 你很瘦 其實生完之後 譬如 生完小朋友 自己的身體是弱了 脂肪是積累得很厲害的 膝蓋過買菜都會痛 就是很多東西 小小東西跟以前不同 不是說是磅數 但是 我不是說是很重的 生完兩個小朋友之後 一百三十幾磅 三十幾磅 那現在 六十日之後 減了差不多一百磅 那現在就 九十七磅 哇 很厲害 那三十多磅 現在就回到我中學時期的磅數 但是 雜聲我真的不管了 你看到這麼開心 減了三磅 減了十磅 減了十磅 一個月減了十五磅 或者是人生未試過 所以 就沒有 沒有 我不管 可能 你老婆叫我 我老公叫我 吃點東西 我不管 吃什麼 減肥 你喝了十磅 可能我們這些女人 那個 自我忠心強 我是不管了 吃點東西 然後小朋友就 之前就叫你吃東西 之後就說 媽媽不要再吃了 她說 復食完之後就說 你不要吃了 還要吃? 你不是十磅嗎? 我正在復食 不要吃了 就是很有趣 這個轉變 還有很多之後完成了 她就會問你 用什麼方法 你介紹方法給她 傳一些資料給她 我不斷跟別人說 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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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看 他們是要看到你之後 成果 他們就不會有這麼多 雜聲可能是一開始 之後就有很多讚美 或者有什麼方法 然後很多朋友說 原來我有高血壓 原來有很多病痛 他們自己都不知道用什麼方法 可以處理到 我覺得這個又天然又方便 好像剛才Vincent說 是不是? Dio說 其實你可以隨時進去 你吃完大餐之後 你可以斷吃幾天 保持 所以我覺得這個方法是很好的 有時候我真的吃完東西 吃完一頓飯 又減兩三天 我又跌回去 九字頭 一百磅 很方便 就是不用說一次過 又做六十天 我覺得六十天是一個大的reboot 但是你平時保持 你就可以去回 普通一個星期幾天 我覺得 對我們女生來說也很合適 因為你有時候兩個月 有時候真的遇上了女性的生理期 有時候也挺麻煩的 有時候也不知道喝什麼汁好 或者有時候冬天又冷 很想喝一碗暖湯的感覺 你明白嗎? 但是你又要在冰箱拿一瓶東西進來 有時候不太舒服 但是如果你譬如十天八天 你過了生理期 其實你也挺開心的 可以喝紅棗水 滋喉 那些 那就會好一點了 我覺得 雜聲其實我不管 很簡單 可能我性格問題 你怎麼處理雜聲 我就是不理 就是我有一個目標 我覺得這件事是對的 我又想嘗試做到 我就不會理會其他人騙光 可能我性格 你不要教人 所以我覺得完成了 就是那個方法適合我用 還有真的有這個 就是有這個Facebook 有這個專頁 有 就是給了很多資訊 我不是這麼孤獨 因為真的很孤獨 就是減肥 或者堅持了一件事 其實真的 那有時候 將一些東西給米奇 我都覺得很開心 就是給他一個體重 他說好啊 好啊 然後其實我又不用很多解釋 很多什麼 那其實很簡單的一個活動 我覺得已經夠了 因為有經驗的人 真的給了很多支持 因為他做過 那好像我現在這樣 我做過 我都會告訴其他人 你正在經歷什麼 那又對他們有幫助 就是身邊的朋友 可以讓你影響到這個正能量 我覺得 就是有 就是自己都很開心 可以 Wintern 是不是有什麼 是不是上了Echo Tom上來 但是Wintern 是不是有回應 可以繼續說一下 其實這樣 我很同意 就是大家剛才這樣說 就是 首先就是 當我們 其實呢 好像剛剛Kathy這樣說 當我們成功了之後 就會自然 就會有很多人去問 就會有興趣的了 我回想回去 我完成了60的時候 我第一個Post在Facebook 是我開了一個Facebook 十幾年以來 最多留言 最多訊息的時候 很棒 怎麼做 怎麼做 為什麼會這麼突破 或者怎麼樣 每個人都對這件事很有興趣 我突然間就好像變了專家 另一件事就是 好像Dio或者大家的那個看法 其實經過這60天 就是之前 米奇或者哥等哥哥都有說過 這件事就是 這60天除了我們真的 去減到個磅數 身體緣撥之外 其實好像剛才Dio這樣說 你更加了解到自己的體質 或者你更加了解到 究竟吃東西是什麼一回事 究竟是不是 其實原來我每天 可能其實我那個時候 我是到中後期 我懶得 因為中間可能上班 我不方便 我懶得 早上喝600cc 到晚上回來喝600cc 因為炸了 如果放在冰袋冰箱冰住 其實不是那麼好喝的 蔬果汁 真的要新鮮炸 是肉好喝很多 我到中後期 我懶得 我只是早上喝 那你真的會去想 原來你維持一個人的生命 就是 這一些多些的營養就可以了 那時候 可能是我過去的一段時間裏面 除了我年輕小的時候 過去一段時間裏面 最精神 或者是最 身體 叫做好 狀態是很好的時候 那你更加會去想 其實 接下來我要怎樣呢 我不會不吃 我都很喜歡吃到現在 會小心選 或者是會 好像剛才大家這樣說 現在真的是 這兩餐真的吃多了 不行過兩天我要清淡些 或者 甚至是 我先喝兩盒果汁 反而這個轉變 是很大 對我來說 真的很大 我想其他朋友 都會 完成了朋友 我深信你們都會有這個感覺 其實 很棒 這個分享是很珍貴的 努力緊的朋友 真的要聽一下 Tom 你舉一手 不好意思 可能大家在這裡的名字 和Facebook的名字 是有些不同的 我真的馬上認到大家 Tom 你是完成了 準備開始 其實我是第一次玩這個Apps 所以我想試一試 你們聽不懂 還有幾個問題想問一下 好啊 聽到問題 Vincent 是 我也是第一次用 你自己 我幾個問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 剛用完這個生酮 之後呢 又反彈到 用第二次的生酮 其實生酮我自己都幾 有相當大的幅度減了 我想知道其實你們這個方法 是會不會反彈的呢 第二個問題是 其實 其實實際上是怎麼操作的 其實是 所有蔬果類的雜成汁都喝得 而那量有沒有限制呢 是暫時的問題這麼多 謝謝你們 或者我講一點點 其實呢 我主要都是交給米奇講 但是我可以分享一點點的就是 其實很多朋友都會很 都會比較多問的就是 反彈這個問題 其實 米奇說真的 其實很多方法都會有效的 其實當你完結了那個方法之後 你不再繼續有那種 控制你飲食的心態呢 其實 你什麼方法之後 其實都是會反彈的 那 就好像米奇經常都說 你就算用任何的減肥藥 任何方法 他都 到最後呢 他下面說明書都會有項目寫著 是需要配合軍鞋飲食的 其實 所以其實 我覺得心態的改變 才是最重要 是啊 搞法給米奇 是的 OK 我覺得非常好 重點在這裡 Tomas想訪問一下 我沒試過生酮飲食的 但我經常都看那些 就是生酮的Facebook page 我都是Member 來的 那你用生酮 你減了多少 可不可以了解一下 其實我用生酮 我由190磅減到160磅 那我就用了五個月時間 那其實是 我都試過其他的減肥方法 但是呢 到最後 為什麼我選了生酮 就是 我用下去 我覺得舒服 就是我不覺得辛苦 所以我就可以long term做 但是譬如有些其他 可能西友 或者我都有試過其他 就是用了幾天呢 就頂不住了 就已經捱不住了 那反而生酮 可能我自己本身都吃肉瘦 那變成我只是吃肉和吃菜 不吃澱粉 不吃糖 不吃甜的 其實澱粉 我都不是 一定要有米氣 吃粥麵飯很好 那些人 所以我就覺得 我不覺得辛苦 才可以維持到 那我覺得 這個才會有 所以就會有效 但是 我覺得你們那個 都想試一下 因為聽下去 其實你們進行的時候 其實 是不是辛苦 你們覺得 進行的時候 的心路歷程是怎樣的呢 OK 我簡單介紹一下 先 可以說一下我的頭像 剛才我的頭像 是Vincent 來的 現在我們轉回我頭 我自己前後的樣子 你可以看一下 其實蔬果汁轉食 其實是 我們說是60天 那喝的蔬果汁是怎樣喝呢 其實是用七三比例去計的 就是你一個 譬如你一杯蔬果汁 是一粒 那可能你七八毫升是蔬菜的汁 就是一些西芹啊 青瓜之類的 多汁的就可以了 另外30%說以下 是用水果 其實用什麼呢 其實不是說不重要的 但是不是說有餐單 你一定要喝金筍蘋果薑 其實都是因應你的個人口味去調節 例如我自己試過的生酮飲食 那些蘋果汁 那些蘋果汁 哇我打開我馬上 我已經暈倒了 不要再嘴巴 我一聞一聞一聞 我已經聽不懂 那所以其實就是這個 這個比喻就是 你的蔬果汁 你要用你自己喜歡的蔬菜 或者是蔬果的味道去喝 那比較容易入口些 可能會是這個 這個甘筍 蘋果 薑 可能會容易一些的 那就是只是喝這個 喝這些汁 就喝60天了 是的 而當中期間就不吃任何的固體食物 那你肚子餓就會喝這個蔬果汁 或者喝水 還有喝水也是非常重要的 而你可能生酮的時候 可能你要吃東西 去令自己的身體入糖 那其實蔬果汁斷食 我們後期有些朋友都是生酮過來的 那他就 喝了三天之後 就生到糖了 那其實生酮 都是因為你身體是要 就是你做可以生酮飲食 給你一支生酮 為什麼呢 其實你身體裡面的葡萄糖 已經沒有了 但是你要維持著身體 不死 不死 那怎麼辦呢 那就是要去分 就是那個肝臟 就要分解你一些多餘的蛋白質 就變成這個 就是銅 那這個銅就會去 變成你那個老的能量 然後就令你繼續可以生存下去了 那其實蔬果汁斷食 都有生酮的 這個 的概念在裡面 不過我們就不是 額外 就是特別會拿出來 入糖 是這麼重要的 這樣 但是 因為個個都會的 只要你不偷吃的話 基本上你都會入糖 然後我們自己覺得 就是 任何搞法都是辛苦的 因為你是要跟你那個本身 那個飲食習慣 要做一個大型的改變 可能吃少一些東西 或者你吃某類 你不吃某類的東西 或者你要做很多運動 基本上全部都辛苦的 而初的一段食 就是和生酮的比較 我自己比較 就是雖然他沒有東西吃 但是你不會有吃錯的東西 你進不了糖 令自己更加肥的情況 可能你有經驗就是 有些朋友 生活的飲食 他吃錯的東西 不停地吃錯的東西 以為狂舉肉就可以 但是其實他吃錯的東西 但是還肥錯以前 這樣 這個就是可能 少一些去 就是人們會覺得 所謂一段食 比較簡單就是 你真的 正在有沒有機器炸汁 真的不要偷吃 或者喝水 基本上就可以了 那至於你說 那個心路歷程是怎樣 不如找Kathy 和Dial 好啊 Dial 你說一下 你的醫生路歷程是怎樣 好嗎 Dial 都轉了上 好啊 好啊 我都說少少 我以前都試過不少的減肥方法 跟營養師成功過 但是之後反彈 我試過類似生酮 食肉減肥法 這些 我都有試過 但是我 我就不成功了 因為我發覺 是好像剛才米奇說 我是吃的時候 我以為OK 這樣吃 但是我發覺 我身體原來是接受不到的 那個 我那些 我會心口痛 就是這樣吃完 譬如吃了大量的脂肪 或者大量的肉類之後 我發覺會心口痛 甚至我體重 會更加反彈得很厲害 還有就是我的小便 那些會很足很旺 那個人沒有精神 那我發覺這樣不行 那我就先停 那後來 就試了蔬菜脂斷食法 因為這個其實 我覺得蔬菜脂斷食法 有兩樣東西很重要的 第一樣就是 你那個堅持 你要知道自己身體如果再差下去 就不行了 所以我一定要堅持下去 要達到一個好的身體 這個過程其實是 是真的都會辛苦的 但是那個辛苦 我覺得是 初頭兩個星期左右 因為呢 初頭兩個星期 你是等於 你去不吃東西 而是靠蔬菜汁去維持你身體的能量 你會覺得很餓 因為我以前是很喜歡吃東西的 就是 下班一下去 見到7分 就馬上去買一些零食 那樣的 現在突然變了 就是我什麼都不吃 三餐都不吃 就是靠蔬菜脂 那個是真的要很大的忍耐力 還有家人會覺得 你這麼極端的 你這樣 會很容易死掉 其實很多這些雜音 說話會令自己都很難過 但是當你 要記住 我要堅持下去 我要一個好身體 而有人成功 或有前人的經驗 分享給你 見到成功的話 那我就覺得 沒有理由 如果前人 哥頓哥哥 他們這麼重 如果他真的不成功 或者騙人的話 那我應該都是中招 中了陷阱 但他又不是 他不是為了賺錢 不是為了什麼 而是他 將他這個成功方法 告訴我們 是做得到 那我就要堅持去試一下 過了兩個星期 其實你會覺得 是OK的 就是習慣了不吃之後 你的身體也都好像 不知道為什麼 身體很神奇 他會給你去調整 令到你的作息 或者是你的身體的能量 都變了 就是你會覺得 過了兩個星期 你會覺得 咦 那個人會很精神的 就是好像就是 透過這些蔬菜汁 你排了很多毒素 然後你的身體好像 緩然一身這樣 你會覺得很精神 又不會說特別餓 因為身體已經開始適應這樣 那所以你慢慢的 過程裡面 我就開始設定 如果減到某個磅 我就去做運動 因為我就可以再 就是 你會再build up 一些好一點的生活習慣 還有做運動 可以令你也都再減得好一點 這樣 就會這樣慢慢學 怎樣去生活作息改善 怎樣去有規律的 健康的生活 習慣 這樣去建立出來 那是一個 比較理想的方式 我覺得這樣加進去 那剛才我說 還有一樣是甚麼重要 就是 你都可以去 影響到你身邊的人 因為我在這個過程裡面去減 我發覺我身邊的人看到 就是我家人看到 咦 原來你是做得到的 真的可以 影響到他們 他們都會去 我都試一餐去蔬菜汁 斷食 我媽媽 她就看到這樣 她就跟著我一起去做 那我媽媽 在這個過程裡面都減了失望 那我爸爸 我太太 那些 他們看到 蔬菜汁原來都是健康 那他們都去 會說早餐去喝一杯 這樣去取代一個早餐 他們又不是特別去減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們看到 你成功 那它也都會有影響 也都明白到 這個都是一個健康的減肥方式 有些人覺得很極端的 但是其實 你無論任何一個減肥方式都極端 老實說 吃西藥 吃排油丸 這裡我試過 那這些都極端的 其實 那沒有東西不極端的 但是 要去找一個適合自己的減肥方法 而且這個減肥方法 又不是說會很嚴重去傷害自己的 身體的 我覺得 這樣就為之很重要 對了 我分享就是這裏 蔬菜汁我們解不解答你少少 可能很難 一時三分講都很明白 都解答到 都解答到 很清楚 麻煩你 但是剛才說到運動那裏 我也有個問題 想插嘴 其實你進行這60天 哪有力做運動啊 你 我也沒有做過運動 是不是沒有力做運動 沒有的 其實都 頭幾天你要習慣 因為你真的沒有東西吃到肚 頭一兩個星期 你是不知道想怎樣的 你是真的要靠你的意志力去熬過 到你習慣了 如果好像用了同體 譬如你開始精神 你開始知道自己 這個斷值是在你身上活動的 你皮膚很好啊 精神好了的時候 你就知道 開始你用同體去用 用身體的能量的時候 那你就 你的生活就會順暢一些 可以這麼說 還有另外 我想分享 我覺得最難喊就是怕冷 男士 TOM 可能還不知道 但是女生真的很怕冷 你介紹給其他朋友 或者什麼 或者指示完之後 其實我想分享 就是因為 我那時候就是11月到1月 那是最冷的時候 那是 就是晚上 我已經盡早喝完之濕的了 但是你在冰箱拿出來 的時候 你喝完整個人是震的 我覺得這是另外一件事 要熬過 還有要 就是如果冬天做的時候 你要習慣 就是你其實是很想喝一碗暖湯 我通常一喝完 我馬上躲去皮膚 抱著暖包 然後 就是 就是你找一些方法 去令自己開心舒服一點 就是比如說 躲起來 暖十分鐘 十五分鐘 OK了 開了暖路了 那你身體暖暖 然後你就會再 再習慣 其實有很多 就是你頭痛啊 肚餓啊 其實這些我覺得都OK 但是我真的很怕動 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對我來說 也是另外一個挑戰 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沒有 還有其他 什麼時間開始 但是 這個方法是 我覺得好處多於壞處 就是優點多於缺點 就是除了我皮膚好很多之外 有很多 譬如裡面的東西都清了很多 就是你 譬如生酮感 其實它不會幫你皮膚變好的 就是你吃肉 你都會令到身體 都會有很多毒素 或者其他那些東西 但是你吃蔬菜 你吃蔬菜 其實它吸收得很快 還有很 你臉是融光 很不一樣的 就是由轉變的時候開始 是的 我只是想分享這些 我想分享一些 一些時候 Tommy說的運動 其實我在 斷食的過程裡面 為什麼要運動呢 還有要設定 某個磅數 就開始運動 因為我本身 我的左腳 就有少少 老化 就是 肥都影響了左腳 膝關節那裡 有些舊患傷了 所以我就不能夠說 我196磅的時候 我不能夠說 一減就馬上運動 本身那個肥本狀態已經是 脂肪比肌肉多 已經是不適合運動 所以我去到170磅左右 我才開始急步走 慢慢去 讓身體適應 把肌肉交出來 因為我 減了20磅 那我身體 輕了就會好一點 壓力少一點 那我就開始慢慢設定 這個磅數 開始運動 那你一開始做 是很辛苦的 是真的 真的走幾步 你都覺得 哇 扯了蝦 還有 沒什麼力 這樣 因為第一 你用蔬菜汁 那個營養 就是營養是會低一點 還有能量不夠 但是第二 其實是 因為太久沒有做運動 而你那個身體裡面 那個肌肉量不夠 那就會很辛苦 但是 其實都是要講堅持的 還有要講一個 合理的休息時間 所以你在這樣的安排下的時候 你的肌肉慢慢去增加 大概一個星期左右 你的身體就會又會 是開始適應了 它幫你 建立了一些耐力 還有肌肉出來 那你就可以慢慢去加 那個運動量 那還有運動的 有個好處就是 其實每一個減肥法 包括這個 蔬菜汁減肥法 你去到某個磅數的時候 身體呢 其實它是會 因為新陳代謝的轉變 還有你的磅數它會適應 而是會有平台期的 所以其實你在這些平台期的日子裡面 你的配合運動 其實是可以調整到你的身體 那個新陳代謝 令到你的身體的磅數可以繼續下去 運動其實有一個好處就是這個意思 那當我去到完成了這些的斷食的時候 60日完了 那我呢 就是怎樣呢 我就是 裝一些apps 去計自己的那個新陳代謝率 TDEE 那還有就是 譬如我當時 我就計2300的TDEE 那就是說我要吃2300的熱量的東西 那但是我不會吃2300 我可能我就吃1800這樣 那我就去這樣 然後再配合運動 這樣呢 就去 就是 去控制自己的體重 不要讓自己反彈 是要用心思 還有要去爬文的 又要去聽一下米奇的影片 就是 就是這樣的過程裡面 你也會發掘了一些新的樂趣 你會發覺 咦 原來 健康呢 是要怎樣維持的 吃些什麼東西呢 就不會反彈 還有呢 原來 以前自己的飲食方式呢 原來是真的會令到自己身體很差的 那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你會發覺原來 自己都增長了很多知識 就是這樣 其實呢 我也想分享一點點的就是 但是我在那個短食期間呢 我就沒有特別去做很多的運動 那我在頭一個星期呢 就真的累一些 難適應一些 但是過了一個星期之後呢 身體開始適應呢 就很正常 那但是我想說的就是 其實我的工作上呢 其實我是做project manager的 那麼巧那段時間呢 其實我有兩個project呢 都是在一個地盤裡面的 那麼 我不用說怎樣搬台託的 但是我每天都要上上落落 十幾層樓 上上落落 十幾層樓這樣 兩個地盤都救我 很辛苦的了 其實就是 那當我 就是 頭一個多星期之後呢 其實當身體適應了呢 其實對我來說 尤其是精神的 就是 我又上車 我一直看著 原來我經過這條路是這樣的 從來都不知道 那就是 就是 反而是會有這樣的變化 就是這樣 是的 雖然湯不在這裏 但是我們繼續說 我覺得這個話題真的很正 其實就是 三個獸肥獎 一個諸葛梁 我們有四個人 已經有三個不同的情況 我自己的情況呢 就是 我就不會 我會 那些人問我這個問題 我會怎樣回答呢 我就會說 其實你自己本身的lifestyle 有沒有做開運動呢 這個很重要的 就好像譬如Kathy啊或者Wintern 我不知道你斷食之前 有沒有做運動啊 或者有沒有 沒有 我沒有做十幾年了 是的 是的 我也沒有做十幾年了 這個就是重點了 我這裏沒有做十幾年 就算下面聽著的朋友 你可能你沒有做運動的習慣 我叫你到街上跑10K給我看 你跑了3K已經低了 已經吃飽飯都低了 是不是 沒有說斷食 那所以我自己呢 就從小打網球搞大的 就是比賽那種 可能聽的朋友都聽過 我一段時間呢 我一直都有比賽和打球的 那我一開始呢 我都怕自己 喂 會不會低價 那我就輕輕試一下 先踏一拳 慢慢打下打下 打下打下 打下打下可以喔 一個鐘得 兩個鐘得 三個鐘得 那這樣就飽了 所以呢 你說做不可以運動 不是說一個絕對可以 還是不行 而是說你的身體 本身可以承受到多少運動先 這個是優先考慮的 你本身是運動員的 那我覺得你可以 其實一直做也行 是的 但是最糟糕的就是 從來沒有做運動 OK 沒有做運動的習慣 在斷食的時候 先去走下去跑步 是為了什麼呢 是為了快 每天快半磅 是的 你這樣的心情去做運動呢 一定累低 是的 因為本身 因為不 請說請說 不是很同意你說的 就是 不要急啊 真的不要急 是的 如果我那時候196 跟著一開始斷食 跟著就馬上去跑步啊 那些 我想我的腳就斷了的了 哈哈哈 是的 還有你會慢慢 就是我自己呢 就是很搞笑的 有一次斷食到 不知道二十幾天的了 我記得 這樣的比賽 那麼 我們網球人 香港有聯賽 對制 三兩 雙打來的 三拼打三拼 那麼我們贏了 開航那晚 對手都很厲害 然後他說 哇很厲害啊 哇 Micky 就是我這次出了 大大救的 都是力量型的球員 哇 你都很厲害啊 我說其實呢 因為他們 我們打完比賽 都會吃一頓飯 那樣的 我斷食當然不吃 打完球 沒有理由吃東西 在斷食期間 然後我說 為什麼你不吃呢 我現在正在斷食 他說 斷食多久啊 什麼168那些 不是啊 我沒有二十幾天沒有吃東西 他說你二十幾天沒有吃東西 你怎麼這麼大力 他還要輸給一個 他說 我竟然輸給一個 二十幾天沒有吃東西的人 不知道怎麼辦 可能有些人就不會相信 原來你二十幾天沒有吃東西 你依然是 身體是沒有問題的 還有我 周克羅斯 周克羅斯 發揚這個 他不是發明的 但是他拍了一個紀錄片 叫做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他講了一件事 我覺得很棒的 就是說你去這個人 去到 其實我們的人呢 和原始人 基本上除了多些智慧 和少些毛之外 基本上那個 身體構造都是差不多的 那我們去到飢餓的時候 一開始斷食 在某個時候 我們就進入一個打獵的模式 就是原始人就打獵了 你想想原始人去打獵 他們需要什麼呢 他們需要更多的體力 他們需要更多敏銳的反應 要不然就被老虎刷死了 還有你想想一個餓肚餓的人 以前那些人不會儲良 在山洞那裡 那 他們怎麼可以吃完 然後肚餓到死才出去找 你想想他們在肌肉的情況下 要打死野獸 然後才可以 要搏鬥打贏他 殺了他才可以吃他 你想想那個過程 是多麼艱辛 而你在斷食的期間 你經歷過的人就會知道 去到某個位置 我們真的覺得自己 帶你過吃東西的 就是帶你過吃東西的時候 這個就是你會感覺到 初個斷食其實 不是大家一般想像中的 那種那麼辛苦 那麼武力 我承認一開始 你適應前系 但是你適應了 其實就有第二回事 是 還有我會覺得 剛才我們說 今天都會說雜聲那件事情 還有我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這樣的經歷 今天我雖然高科論少少 但是我覺得OK 就是沒問題 繼續延寫 沒有理由 現在我說停的 我們繼續說它 是的 在斷食的時候 會聽到很多人說 你試一下這個方法 你試一下這個方法 譬如生酮 間歇性斷食 它給你很多方法 接著就是去否定你的方法 但是我完結了所有的質食之後 我發覺神社間 所有減肥的方法都很適合 任何方法都很適合 只要你肯堅持兩個月三個月 什麼都可以 其實我覺得 是的 其實我也很同意你這樣說 是的 我也是這樣 是的 是的 但是一般的 可能大家聽到 我們叫做減肥方法 可能大家會多些 你說養生有很多方法 減肥方法 但通常都是說 三日 七日 五日 你做到什麼 就是上帝創造 世上帝七日 你真的七日減到 沒有可能 如果你真的有個大意的目標 你要去賣 像我這樣 你看看我的照片 說二百三十多磅 我真的不知道可以減到多少才叫正常 我跟那個 就是我去到 一百八十二 如果一看那個BMI 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index 我這個高度 我要去到一百七十二 才叫做標準 如果我要跑這個數 我很辛苦 但是我去到一百八十二 就叫回家鄉很近 是不是 比起一百三十二 所以大家就要看自己的目標 在哪裏 還有有些朋友 Vincent 是不是 想說的 不是不是 不好意思 好好好 沒問題 我們這裡是很free 因為我講這些 講太多詞了 我只是想聽聽你的講 好啊 其實講到磅數這件事 其實我好像我這樣說 好像我剛才說 其實我現在都是 大概一百九十二百 除了我十幾歲之外 已經是最好的一個磅數 其實我最重的時候是 去到二百七十幾磅 其實我經歷是有點像 哥等哥哥的 最初一路怎麼減 你都是覺得 其實二百五十幾磅 和二百七十幾磅 是沒有分別的 他都是 就是 又是試過很多 任何不同的東西 方法 那樣東西 其實 好像你剛才這樣說 就是 到現在 叫做成功了 我體重減了下來 其實外形 我看起來 就是人家至少看起來 我不是很重的 當然我都想繼續減到 但是就是說 像你說的 其實當我經過了這段時間之後 我發覺 其實很多方法都是work的 或者是很多方法 或者很多電視機賣的廣告 就是 好像難聽點說 其實好像一個 都是一個染眼法來的 就是你想深一點 那當然可以了 就是 你 你肯堅持就行的 就是 但是問題是 好像剛才這樣說 究竟有沒有 去一個培養一個 心態 讓你繼續去保持下去 還有很多時候 就是被一些膽肥療程 就是我自己 之前做醫學美容 都經歷過 那些肌啊 推啊 那些什麼 其實我覺得 是在賣的一件事 就是我給錢 去Invest 這個療程 我想受的時候 你不會做完那個機 就去打火鍋的 就是你都會 自己的心都會 啊 我吃回少一些東西 就是 還原基本步 就是最 最基本的就是 不要步一步吃 第一樣 就是吃東西要檢點 就是 就是好像剛才Dairo所說 所有減肥的下面 都要潑入坑成飲食 那個灰字 這個是很重要的 但是只不過有時候 我們就是 就是把吃東西 報食 或者是一個壞的不良飲食習慣 就是堅持得太久 我覺得是堅持得太久 就是之前的那個Kelvin 就是他有做採訪 他也是270多磅 現在是190多磅 他說他那時候是 有一段長時間 每晚在臨睡之前 都要吃一個臘仔煲 臘腸煲仔飯 才可以睡得著的 那麼 那麼 是啊 很乾的 他說我不吃 我不睡得著的 他說 他斷吃的時候 都跟我說 我很想念那個立場飯 我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想念他 你不吃一晚 其實第二晚不行 第三晚可能不行 我真的想吃 但是他現在完了 他完了一次 剛剛開始第二次 二十幾天 上兩個星期都要一起談的 那麼他就說 他就覺得 那個飯真的多餘的 是的 就是你覺得 就是你那一刻 或者那段時間 覺得晚上那個 那個宵夜 那個臘腸煲仔飯 這麼厲害 不吃不行的時候 那你是比自己 還有一個這樣的習慣 一個這樣的惡性循環 是的 那你那時候 不覺得 誰阻它吃那個飯 要殺誰的 他都說 是的 但是你 咦 再跳出來 再重新整理一下 自己那個生活習慣 其實那個飯是不是真的多出來的呢 是不是可不可以不要呢 那你反思了之後 咦 重新再去出發的時候 完成了六十天 那你那個反彈的機會就很少了 但是如果他完了六十天 他減多少都好 他凌晨一點都要吃 鋪仔飯才發得著的 那我覺得 反彈是必然的 就是一定會發生的 這件事 沒錯 其實這個真的好 就是我自己經歷這一段時間 這個真的很重點 就是我 我在想 其實有時候 咦 好像剛才這樣說 其實 其實可以不吃的 其實有時候吃了 是很浪費的 就是 反而這個心態會是這樣想的 其實真的可以不吃 當然 現在我也是這樣說 我還是很喜歡吃東西的 但是這個心態改變了很多 是啊 說個秘密給你聽 我這一段很長的時間 都沒有去過這個銀行禁錢 是嗎?為什麼呢? 我是喜歡去七仔和西粉禁錢的 因為我禁錢的時候 我就可以買一包朱古力 哈哈哈哈 就是 要處理到那個錦錢 是啊 是啊 我不想買那個朱古力的 但是我要在那裡錦錢 我就一定要買一包朱古力 那我才可以拿到三四四百塊出來 是啊 那我就很被動 那我覺得這件事是 是合情合理的 喂我要拿錢 我要消費 那就買一點東西了 合理了自己的罪行 是的 合中的時候你怕了 代入了一個恐怖的輪迴裏面 你想想多可怕 就是我們作為這些 就是我不想教人這樣做 就是有人聽到這樣 要死我一引就糟糕了 哈哈哈哈 但是我告訴你 就是作為肥仔 就是我自己 作為肥仔 我要吃東西的那個心 是沒有人 要我真的要吃 真的沒有人能阻止我 但是呢 我斷食的時候 我要將這個心 反過來用 既然我吃東西 沒有人可以阻止我的時候 那我不吃東西 應該都沒有人可以阻止我 那我拿回同樣的決心出來 那就可以了 就是有雨神殺神 月佛沙佛 那就沒有人出去給你帳了 就是我晚上開個可樂 我老婆都說 喂晚上不要喝了 那我都要死 我死要喝 但是反正我死都不吃 那就可以了 講到這個可樂 我以前都是很喜歡喝可樂的 但是當我知道原來 哇可樂是 那麼邪惡的時候 就是一直有 斷食當然不能喝 那之後到斷食完 那試一下 不如試一下 Zero 那喝一下喝一下Zero 其實 再喝下去的時候 其實我現在主要的飲品 都是水和茶 其實是 是啊 我想說一下 其實在說味覺 是會轉變得很快 斷食完之後 現在我吃東西都是這樣 就是 很多東西 一吃很鹹很甜 所以其實我覺得斷食也好 幫你調整你的味道 是啊 這是其中一件事 對嗎 非常同意 就是那個口味是你自然就會變化了 還有你是會覺得 蛤 什麼是這樣的嗎 就是你當多了解的時候 你會發覺 哇真的啊 其實有沒有需要喝啊 喝了你又會肥啊 或者是你有沒有需要吃下去啊 那其實 吃又真的 又沒有什麼 對你沒有幫助之餘 還是一個 一個妇女來的啊 那這樣 所以這個變化都很特別的 其實 還有那個mindset 好像都有點不同 可以覺得 嗯 吃得多又不是特別好 嗯 吃得多也都不會不大影響 同意 同意 是啊 所以吃東西 我覺得 還有很多人呢 一講斷食 有個 立即有個很錯的方向 就是說 蛤 那之後沒有什麼吃 其實不是啊 你停兩個月而已啊 那我之前就覺得兩個月好多 兩個月的確是很長 不是一段短的時間來的 大家有時候經常都說 你把兩個月放在你的人生裏 這樣看 宏觀這樣看 就是我們 你算得很近 一餐你都發瘡的時候 我把它放了十年 五年啦 不要那麼久啦 是的 五年啦 或者我們講的 就是福秀酒聯盟 我們開始一七年到現在 都五四五年啦 那你放開一些 那四年裡面兩個月 其實是很短的時間來的 一閃即逝的 那你怎麼兩個月 忍得忍口呢 是的 還有我們經常都說 停下來是為了什麼呢 走更遠的路 是 我是為了吃更多東西 我才停這兩個月而已 其實 我不是一輩子不吃的 老實講 我是 我最初是 見到六十日 我發覺 六十日應該都不是很困難的事 當我踩下來一個星期的時候 我發覺 原來這六十日是很漫長的 是的 但是 我經常都跟身邊的朋友說 如果你 你覺得你自己可以的話 我都鼓勵你去試 這六十日 是不是六十日都好 我都鼓勵他去試 因為 對我自己來講 這六十日 過後 得著實在太大了 還有 對我自己的改變 都有很大的改變 所以我覺得其實 是的 這六十日其實是長的 但是 好像你這麼說 放諸於人生其實很小事而已 但是 當你挑戰了這六十日的時候 你又想不到對你自己 至少對我 或者對在座的朋友 其實那個 得著是你想不到這麼大 我想問問Micky 你遇過最肥的人是幾重 就是可能他來找你 他跟你說了他多少磅 那是最重的人是幾重 都 先問一下 其實有超過三百磅的人 是的 都有找過的 是的 那 大家聽不聽到我說話 不聽到 是的 超過三百磅 我覺得頂頂的了 就是我還沒見過 可能我最記得應該是三百三十磅 我記得 至少哥頓哥哥已經是 他留 我跟他一起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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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經跑了二十幾三十磅了 但是他就是 就是 他又不知道三百磅 跑到二百七 還是二百六 已經很厲害了 我就 天天就看著他鋪上 跑步 跑步 因為我認識他很多年了 我看他什麼時候頂不順 因為通常 那些人都 去到某個位置 他開始頂不順 那我就盜他 幸好他成功盜到他 那我猜 我見過應該是 男士三百磅和女士三百磅有兩個層次的 男士可能都會勞動 或者骨頭重一些 或者身高一些 那三百磅都可以了 但是我見過是女士三百磅 哇 真是辛苦到極點 女士三百磅 我可以告訴你 還有他是 怎麼說呢 就是都是很多病 就是我覺得 就是 就是 趁早做 就是 我認識很多朋友 就是可以 最近我收到很多訊息 就是 我都看了你幾年了 我現在開始 因為可能 開始那個身體 啊 頂不住了 有些毛病出來 就希望用心患者去解決 那時候 那時候談開就說 其實你早一點做 那就沒那麼辛苦 就是 就是 就是始終這件事 是跟你那個身體健康 有直接關係的時候 就是 減肥的時候 其實都說 為什麼我們經常都很少聽到我們說減肥 這個字呢 就是 其實從體健康 你健康了之後呢 你 外面 就是你的外在 其實是反映著你裡面的 那你只是去處理外面 連處理裡面呢 那你的問題是根治不了的 但是我們變食就是 處理了裡面的問題 先 你不吃東西 你等身體自己去修復一下 那其實他就會把多餘的東西交通了 所以為什麼 剛才Vinjun Kathy說 不做運動都OK的 是 這個就是個原因 是 那想要解一下 因為 剛才也提及過 就是 男士 女士的體質不同 肥的 因為可能 兩者的300磅都不同 那麼 那位女士她300磅 她最後 是減到最低多少磅 就是她用了你的方法之後 其實我們那個 就是講看法 就是通常那個數據 就是說 你完了六四天之後 無論你多少磅都好 你應該是可以減到你的體重 是百分之二十 那就是說 如果她是300磅的話 300磅是20% 就是多少呢 就是 80磅左右 是不是 我沒有計錯 還是 是 300磅 就是 60磅左右 60磅左右 是的 60磅左右 就是 我們沒有見過 有朋友是 在60磅裡面 減超過60磅的 其中有一個 我記得 叫做Richard 是的 Richard可以減到100磅的 但他不只是60磅 他用了91磅 是的 他是男士 是的 他減到100磅很厲害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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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像完了之後 再繼續下去 是的 他再繼續下去 然後再做運動 整個療程 就是270磅 那就是170磅 是的 所以 這個follow up 是很強勁的 還有 看看 先看看 有一個叫Mango 的人 可以看上次 他是來的 他是女生 他應該 蔬果汁定食後 他應該 和我報告體重 報了一年 這種東西都在報 他已經成為習慣了 他就在那裏 報告自己的體重 他很喜歡 真的 是啊 很棒的 很過癮的 我覺得這個很好的提醒 是啊 你看今天的體重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哈哈 是不是要立刻搞搞他呢 是 那你每一天提一提自己 就好很多的了 還有很多朋友是沒有 就是 Kathy 剛才Mango 是說的是 她是由這個 190磅 到60天 她是去到150多 是的 就是減了40磅左右 其實都是大概20% 但是她去到147 就是那種子 就是再繼續的時候 她是由150多 變成差不多140了 那現在已經是130多 所以她是差不多經歷了 這件事是大概一年 是的 所以這個是那個 就是怎麼說的 我們都說 大工程需要長一些時間 這個是必然的 是的 那今天我們講到 這次見到有新朋友 Jacky上來 喂 我們再說一會 我們再說到10點半 好嗎 那大家用朋友問話 或者想聊天的 隨便 那今天說得很開心 我想問一下 我想問一下cheat day cheat day 為什麼蘇果汁 是不是蘇果汁 不應該有cheat day 呢 切一下就切不到 就一直 切下去 唉 你又說到我 我先了解這些傷心 不好意思 你想不想分享一下 我呢 有營養師朋友 喂 你都高玩的 校玩了那麼久 我也是 他就說 不如我成功了 剛剛上兩個禮拜 3月 3月 不知道十幾日 我成功了6日 是的 然後他就說 試一下cheat day 那我就好 那個人很不想的 好像就不要搞我 但是我真的很想 努力一下 然後他就說 嘗試一下 那我又耳朵遠了 剛才聽我說 你都知道我一切願 可以跟你玩一下 我一切就切了 切了5日 可能是切三日 那就算了 三日就算了 繼續啦 一切就切了5日 切了5日 我老婆 你算吧 你又壞了 哈哈 其實是不好切的 我覺得 為什麼不好切 是的 我不知道其他人 其他人 其他人 是的 身體是一種獎勵機制 Jacky 我稍後給你一個麥克風 我先回答一下 Kathy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身體是一個獎勵機制 你吃一顆 你就想吃第二顆 你吃第二顆 你就想吃第十八顆 你吃十八顆 你吃十八顆 現在八顆 那個幾何級數成上去 不是一加一加一這麼簡單 是一加一等於十 十加一等於一百 這樣 是的 變成你吃一顆 魚搶著吃的時候 那你 我會覺得 那個兵敗魚山島的感覺 就是 早餐壞了 不要緊 午餐壞了 說來不也是 我就當一六百 因為你四個小時裡面搞定 然後到晚餐的時候 算了明天才六億 那你重複幾次 你又崩潰 所以 有時候 成功的經驗很重要 失敗的經驗都很重要 你一定要從中學習 但是 禁止沒有問題 天尼沒事 是的 禁止陣營 因為 我在做運動的過程裡面 我發覺 學習到回來 原來禁止 其實是 當你去到一個平台期的時候 你覺得 咦 為什麼幾天的時間你都減不到 其實因為是身體身份代謝 就是停了在某一個磅數 它是認為那個磅數已經適合了你現在的身體的狀況 所以你的磅數就不下 但是我們去進行蔬菜汁斷食的時候 這60天其實我們就不應該去處理這個東西的 我們應該就是用蔬菜汁斷食這個方法 去令到那個磅數去下跌的 但是譬如現在Jacky你說40天的時候 你適合了幾天 不要緊的 你不要覺得好像很大個罪過 你適合了就又要有頭髮 不需要這麼想的 你就當這幾天是你身體的身份代謝的調整 其實你現在可能適合了幾天 其實身體去吸收回營養的時候 它都可以幫到你去減下去的 只不過可能你在這幾天之後 你再重新去蔬菜汁斷食的時候 你要配合一點點運動 去令到身體可以適應到你這幾天吸收的能量 這樣你就可能會在這個關口裡面突破得更快 等個磅數這樣 我經常都覺得減肥要開心的 你吃了一點點東西 你就當是獎勵自己 不要想到很罪過 然後我就全功盡廢了 全部都不行的 千萬不要這樣想 如果這樣想 你只會 你用任何方法減肥 你都會覺得很多的困難 所以我建議你就是 不要緊啦 我減肥了幾天 我開心了幾天 好 之後下來的那段日子 我就辛苦一點點 我就一定要堅持要很飲汁 不要再那麼頑皮 或者你可能 好 我減肥了 我做push up 我要做多10下 平時可能只有20下 我現在做30下 你這樣的心態調整 其實對你減下去都開心的 這樣了 便宜的是 一個方式來的 但是你在便宜時日子就是 你怎樣控制你的飲食量 如何控制你的吸收 其實這個也是技巧 而且都是要 要一個很好的節制的 emp 不能說我便宜時日子 然後我要吃了樣這裡 你都不能叫到便宜 有 Annette 是的 就是這樣 還有我覺得有時候Jacky 我覺得你都試過很多次了 其實你加上這麼多次 加上那些日數 那個mileage很多的了 你試過很多次 還有我覺得 你說我幾天貨仔的 出了幾天 我出了五天 基本上沒有事情打過和 沒有事情發生 但是你斷了四十天 你才出四天 你隨便有精 你還有三十六天的功力 你不要浪費這三十六天的功力 你就下了那十多二十天去 其實就是看你自己 你想繼續不繼續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 第一次你今天出了四天 你還有多少 還有二十幾天 你再繼續記住那天之後 那二十幾天去到六十天 我覺得你不會那個 那個分別不會太大 我不是說鼓勵大家去出 但是如果真的萬一錯了 你又想繼續的時候 就要用這個 調轉的那個心態 因為去到某些位 你是真的不動幾天的 那你就當它不動幾天 那你就繼續回 那它就有個progress 又繼續了 所以其實你繼續成功 是看你cheat了 或者你破了界之後 你怎樣去處理 除了雜聲之外 你也要處理你的心情 那當然有些人 是叫做完美主義者 我一直都不可以 不可以破的 吃一顆東西都不行的 那你這樣 那我覺得壓力就比較大了 是的 那 但是如果那個情況 就是不吃就吃了 那怎麼辦呢 那唯有是這樣 而且這件事 為什麼這件事 要六十天這麼長呢 就是它給你一個 犯錯的機會 如果你不能犯錯 這件事很淒慘的 當然有人做到 是的 像Vincent Cathy 但是我可以做到 那但是 如果真是萬一犯錯的 都有足夠的時間 去給你修復 那我覺得六十天 為什麼這麼長呢 這個是其中一個原因 喂 我們今天呢 講到 十二 我講了一個半小時 那我覺得都非常之正的 很好 是的 我都很正 Cathy Cathy是不是都在努力著呢 是啊 是啊 不過其實 其實都稀稀的 沒有之前這麼 什麼的 但是就很清 都是很清 都是吃一顆車尼紙 這樣 喝一下湯 這樣 但是就不影響 所以我覺得 cheat day 對我來說 都是不能做的 一做 是 我也是 我不行 我不中學生 要不就做 要不就不做 沒錯 如果你吃一點 我現在才明白 米奇 吃一點 就開始吃 喝 喝 是的 雖然不多 影響不是很大 但是你會繼續做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是不太好 是啊 看看自己的目標在哪裏 還有 我覺得你也 完成了第一次之後 是的 你慢慢高玩 高玩 是第二個境界 那我又摸一下摸一下其他東西 是的 是的 我就會覺得 cheat day 有一個 除非你去到一個地步 就是說 譬如你覺得 自己十個冰冷得很厲害 到 就是在減的過程裡面 很不舒服 那你吃一兩天 等身體去調整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 最好就是 當然你不要 但是 除非你去到這麼極端的身體狀況 我覺得你可以這樣去 讓身體去休息一下 這樣 還有Kathy不是之前說怕冷的 是的 其實我們現在 我們很抱歉 我們之前沒有這個方法 去解決冷這個問題 其實現在有 因為有些朋友 我知不知道有條片子 整熱些汁來喝的 是的 我很怕煮完之後 我不會不敢喝 是的 那個哥哥 那個位 我忘記了是女士 我忘記了 那個女孩子 她就 她就了解了 就是她很厲害 她看完這些東西之後 她就 只是煲雙飲 哈哈 就是她拿些湯去滾 滾完之後 只是喝了那些水 她不下任何辣調味料 又不下任何辣肉 那她看我 其實這樣的話 有沒有違反蔬果汁變成 其實沒有的 我又沒有的 你放兩個蘋果去煲湯 是的 第一 你沒有吃 是的 沒錯 你沒有吃固體食物 你那些汁又不是輸的汁 都是蔬果 是啦 都是蔬果被出來 它頂孔是沒有這麼多營養 那如果你不怕 有些人很害怕的 要御醫金蘭 要打特札 那樣那樣 那就喝所有的汁更好一點 那她 因為她真的很怕 因為她在加拿大 那些人家很痛 她說 她喝兩天不行 那她呢 有時候冷 她就真的再喝辣 即是煲個湯 要喝 滾完湯之後她就不吃 只喝了湯就算了 嫌她都不下的 那她 那她其實 我看回她那個 Progress 和只是喝汁 分別不大 是的 分別不大 但是她覺得呢 喝汁呢 那個感覺 比較好一點 是的 好喝一點 因為湯是不好的 但是她說 而且她都覺得 熬熱了一些東西 熬熱了一些汁是不好喝的 是的 是不好喝的 是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冷 我覺得可以滾些湯來喝一下 冬天我會有這個方法 譬如這兩天冷 我都覺得不行 也受不了 就是要喝一點鹽 偷偷喝兩口乳湯 就是感覺就舒服一點 好喝多 就是你又可以繼續保持住 不然你就覺得不行 也受不了 好像又想逃避 哈哈 是的 我的狀況是OK的 就是我體脂各方面 其實現在也是一個很好的狀態 所以其實 保健 就是飲梳果汁保健 對 還有Cathy還有一樣東西很對的 你做一個很適合的 就是你梳果汁保健食的時候 不停地跟別人說 你吃就吃 不停地跟別人說 不停地跟別人說 那一來身邊的人就會覺得 你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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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煩 我女兒現在每天都說梳果汁保健食 但是你覺得我煩 哈哈哈哈 是的 而第二樣 我覺得如果有小朋友 是一個身教來的 就是說原來有恆心 沒有什麼難度 我不懂這六十都行 多厲害 那樣 小朋友覺得你厲害 是的 那第二樣 就是 沒錯 他會冰沛你的 是的 但是口袋就說 你什麼時候買西芹 你還沒買蘋果 你又吃東西 是的 其實已經幫了你 已經在你那邊 說得出這些說話 是的 還有第二樣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你不停地重複 說你做梳果汁保健食 其實是幫助自己 更加有信心 有決心去做這件事 是的 這個很重要的 就是你知道這個方法是可行的 那你就會隨時 我現在隨時都可以 好像很方便 是的 就是我喜歡兩天 我喜歡今餐 我喜歡三餐 我喜歡十五天 我喜歡十天 我喜歡三十天 就是那個心態 就是你有一個目標 就覺得這麼多日子要做這件事 好 是的 我們呢 蘇花樂的時間 特別快 那就一半鐘就好了 那今天就講到這裡 我想問一個問題先 現在是不是恆上 禮拜三的九點鐘開始 因為我怕下次又以為是其他日子 因為Facebook也見不回 是的 暫時禮拜 暫時禮拜三還沒斷過的 哦 因為你聽到好像禮拜六有 但禮拜六等了0萬 不知道是不是間中會出現 還是怎樣 因為有時候真的很需要 不是說什麼 真的要分享 就是為什麼我 之前在Facebook 我覺得 這麼不成功 或者為什麼不成功 好像下下打文字 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 不夠 多些人不夠 所以不夠忽悠 我四十幾天的時候 cheap day 我就覺得 為什麼我 跟之前cheap day 都做了幾分鐘 跟之前cheap day是不同的 之前cheap day 就是 剛才米奇都說 其實我 這次是第四次 頭三次是吃肉 這次就比較好一點 就是吃麵包 就是麵包 但是其實那一陣子都覺得 咬了其實都很痛苦 但是都堅持著 麵包很少 但是 開心就可以了 然後腦電波就開始來了 就好像接通了天地線 定期要說 給我 不要這麼大的罪過 OK的了 不要緊 忘記它 對 忘記它 所以我意思就是 意思就是問這裡 是不是定期都要有時間 就是我意思是 給一些聲音 其實 要釋放一下自己的負能量 其實不是太重要的 你還有這麼多日子 放下苦 如果你這麼大壓力 揹得這麼 揹得這麼 揹得很痛苦 所以其實我就想說 是不是每個星期三 定期 還有時間有 就是可以再分享 因為 是啊 暫時星期三 每個星期三、九點都 暫時沒有斷過 因為為什麼星期六日會斷呢 因為其實很多朋友 他們都想一起談的 有時候他們星期六日晚 就交不到時間 這樣 那我現在可能 我們在想著 是星期六還是星期日 才開 這樣 可能因為我都 因為很多朋友 就是時間問題 他們可能想星期日 那我又看哪些日子 可以多些人一起的 那 那就 就選擇那天 那 所以我們 我每天開 我都會在Facebook開帖 還有在那些 頻道那裡 發出連結 你可以留意一下 那 還有你會留意 我們這裡 我不是很介意 這裡有很多人聽的 因為 其實主要這個房子 是給回一些 就是復秀者聯盟的朋友 是啦 正在正在的 一起進來 就是用第二個模式 去鼓勵一下 互相支持一下 是啦 所以當然啦 有新的朋友 Clubhouse的都很歡迎 一起研究一下 所以說 或者是 正在日子 我們那個Facebook 那個group的那个page 叫做復秀者聯盟 是啦 就是肥秀的手 就是復秀者聯盟 Youtube 都找得到的,我們有很多片的 大家可以去找找我們了解一下 還有多一點支持 好啦,今天真的講到這麼多 我們現在呢,我們暫定 因為今天我看一些群組那裏 我不知道你們是甚麼,因為有四五個群組的 有些朋友說,禮拜天不如一起進來 不如我們是禮拜日晚 因為上一次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記得 有一個叫Jacqueline 的朋友 有沒有印象 Jacqueline 她自己是讀營養學的 但她沒有做營養師 所以她分享的東西又很棒 她用了一個營養學的,因為她沒有做營養師 所以她就去見識 她說的東西出來,我覺得都很有理論性 還有很有學院派 我剛才聽了一些分享 我剛剛聽了一些分享 Dial King有很多數據 我很少數據,很短數字 我們自己的體重 我也不想看 但我比較感性 那些人就覺得感覺先走的 我覺得這件事OK 適合感覺 我就走多天了 不得不信我就停了 那原來我60天的感覺都OK的 那我就這樣走下去 就是剛才那些人問我 怎樣可以走下去的 就是很難說 就是那個身體會告訴你 你明天還繼續嗎 你還走不走下去 那我覺得你聆聽自己身體給你的聲音 就不要將一些負面的感覺放太大 譬如不開心 不舒服 可能一閃即逝的東西放得很大 那你那一刻就斷了 但其實你整個過程 我覺得在座 even Jackie 你40天 都不會反對其實感覺很棒 所以這個是大家可以感受的東西 這些很難用不明的形容 你要自己感受到才行 Dial 你有什麼想說 可以說嗎 沒有 我的女兒叫我快點睡 那你快點睡吧 我們也會睡 還有所有的一段時間是要配合早睡的 所以我們較早的時間 因為上次10點的時候 我只說到12點而已 你不相信 我們星期日再見 是的 星期日 在哪有link 除了 Facebook有 我沒有進Facebook 所以 Facebook有的 是的 還有你如果你有空 你Follow 你上班看到有一個綠色的屋子 是的 你按進去Follow 那如果我們開 我們schedule了一個房 你Lock in這個 Pubhouse 你就會看到那些房的資訊 是的 OK 好好 好的 好的 那今天謝謝 星期日見 好 星期日見 謝謝Vincent Kathy 謝謝Saraday 好 星期一見 拜拜 謝謝